Hello 大家好 我是JK 那昨天呢我们看完了这个理想MAGA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2024款的L789这三款车型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我们先看一下理想L9 上车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它有哪些改变和升级 其实从外观上来讲啊 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不过大家低头一看你会发现 现在L9 Max是标配这个电动踏板了 然后我们上车 OK 你会发现啊 现在在正面来看 其实变化不大 不过有一些隐藏式的升级 小的舒适性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我要赞扬的是这个无线充电板 这个无线充电板呢全都升级到了50W 并且自带默认的就这个送风通道了 也就是说现在就不用再去选装换啊 其他给安卓给苹果适配的了 这个充电板出厂就非常可用了 这个是一个好评是一个改变 然后现在L9 Max上的这两块屏幕 包括后排的那个娱乐屏 现在都升级成了三星第四代的OLED 而且现在呢 它的车机芯片呢肯定也是升级到了最新的8295 整个流畅性 我简单玩了一下还是非常好的 不过这一点呢 应该不怎么体现在流畅性上 因为理想呢 这个车机流畅性确实都非常好 现在我的L7 8255的芯片也非常不错 然后前排的变化呢 可能还有一个相对隐性的就是这里又增加了一个双腔的安全气囊 也就是说到时候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的话 中间主架和副架也会有个安全气囊 把两者隔离开来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然后呢现在全车都新增了这个二氧化碳传感器 也就是说当车内检测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变高的时候 它会自动改变这个通风策略 让人不是那么容易犯困 然后2024款的L9呢 还有个比较大的提升 就是它的这个座椅按摩 现在这个座椅和我现在主架这个座椅 包括二排的这个座椅 全都升级成了和理想Mega同款的那个16点按摩 不光是背部有湿电 并且这个座垫上也有6个电 并且呢大家看座椅这里呢 也有了这个主架座椅软硬调节 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了 它会自动变软或者自动调整一下舒适性 让主架坐起来长时间驾驶的时候更加舒服 那这个前排我们说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第二排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第二排的哪些升级 其实第二排的舒适性升级也是比较多的 最明显的就是它第二排 现在也有了这个皇后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皇后座它有个好处哈 比如说现在前排其实是做了人的 然后可以说理想同学 打开皇后座 你会发现它哪怕前排有人 这个皇后座也是能用的 并不像L7一样 皇后座完全没法用 然后还有一点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我现在往后仰了 因为现在理想L92024款 副驾后排的这个座椅 它有了这个无极调节角度 就不光是整个的后背角度可以调节 而是整个座椅的角度也可以无极调节 这样的话首先哪怕在前排有人的时候 我也可以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皇后座的感觉 其次是我现在这样会有一个更加往后仰的感觉 要比单纯的调这个后背角度要来的更舒服一些 并且现在这个电动腿拖也是带这个加热功能的 而且再给大家拍一下它整个座椅向后靠的感觉 发现了吗 我现在是整个座椅往后仰 而不是单纯的这个后背角度往后仰 我现在是没有调整后背角度的 我现在把座椅再摇回来 看发现了吗 我这个座椅又摇回来了 然后理想L92024款 那也是全系标配摩坦悬架这个双枪板 也是和昨天我试过的理想Mega一样 虽然我没有开起来的这辆车 但是理想Mega的一个双枪空拳 我个人体感是要比我那个上一款2023款的理想L7 开起来会明显更舒服 所以我觉得理想L92024款的双枪空拳的表现 应该也是非常棒的 然后理想L92024款Pro和Max的主要区别呢 就是Pro还是没有标配这个AD Max 而Max的版本呢 肯定是标配了这个AD Max 辅助驾驶能力的 还有就是理想L9 Max2024款呢 它是标配这个电动踏板的 而Pro是选装的 那Pro和Max基本就这两个主要区别 还有就是Max版本呢 这次的电池容量也升级到了52度 而其他版本都是42度 OK理想L92024款呢 我们说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理想L8的2024款 它有哪些改变 首先外观上啊 还是整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上车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都升级成了50瓦的这个无线充电板 并且无线充电的也都有这个送风口了 然后在屏幕这方面啊 就L8全系和L7全系都还是LCD屏幕 并不是L9上的那个OLED屏幕 车机也是升级到了最新的8295芯片 然后L8也是全系标配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二元化电传感器 L8 Max现在也有了小桌板 就是L9上之前有了那个 但是呢 这次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因为L8的内部空间其实没有L9那么的充裕 所以呢 它的这个小桌板呢 会比L9的要薄一点点啊 不过不用担心啊 它的这个承载也是达到了15公斤 所以你正常办个工什么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小桌板呢也是 L8全系标配Air Pro Max全都有 然后我们的视线再往这里挪你会发现 哎 也有冰箱了是吧 这一次呢 理想L82024款的Pro和Max也是标配这个冰箱的 而Air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对冰箱有需求的话 现在L8也有了 然后呢 现在2024款的理想L8呢 前后啊 这两排是全系标配10点按摩的 也就是之前2023款理想L9上的那个 并且呢 这一次 理想L82024款的Pro和Max版本呢 也是标配了这个搏进音响 在安全配置上呢 它和L9全系一样啊 L8也是全系都标配了 中间的这个双枪远端气囊 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理想L82024款全系的一些配置差异 那我身后这台呢 是理想L8Max 理想L8Max和理想L8Pro呢 都会标配这个理想的ADMax能力 还有这个冰箱 然后理想L8Air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个ADPro了 然后全系呢 都是可选这个电动踏板的 并且呢 这次理想L8呢 也是全系标配了空悬 那L9和L8都介绍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过去 我们看一眼理想L7 是的 这次呢 理想L7也有了这个Baby Blue这个颜色 先看车的外观吧 因为这次车的外观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也就是说大家看屁股这里 哎 他理想L7的放牌照的地方从这里挪到了这里 其实这个也是理想对于这个定位的算是一个展示吧 因为理想L9呢是6座旗舰 理想L8呢是6座豪华 理想L7呢是5座旗舰 所以呢 两款的旗舰车型都把这个牌照放在了这个位置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上车再看看它有哪些其他的区别 还有提升作为这个现款的理想L7车主啊 有一点我不得不羡慕一下 这个下沉式储物格可是我们L7 2023款车主全系都没有的啊 现在Air Pro Max都是有这个下沉式储物格了 L7现在前后两排都标配了这个10点按摩 也是上一代这个理想L9的 这个感受呢也是要比我现在的这个L7 Max要好很多的 因为现在L7 Max应该是充气式的并不是10点的 我们去到理想L7的后排 你会发现哎 这一次呢2024款的理想L7 Pro和理想L7 Max 也都有冰箱了啊 现在冰箱彩电大沙发 只要你买的是Pro级以上的车型 在2024款上都是标配的 那最后呢 老规矩啊 我们还是过一下配置差异 那现在呢 理想L7全系Air Pro Max也都是标配这个空气悬架 然后呢 也是L7 Pro和L7 Max是有这个AD Max能力的 也都是有这个冰箱了 然后L7全系都是有前后两排的这个10点按摩 大概升级就是这些 OK呢 现在2024款的L789各个型号以及型号之间的配置差异 已经基本和大家介绍完成了啊 然后呢 我感觉这一代呢 就是不算中期改款 但是确实是在一些舒适性配置和智能化配置上 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 比如说现在全系都标配了这个空气悬架 啊 L7还有8是单枪 L9变成了双枪和Mega一样 然后呢 还有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 只要你选择Pro和Pro以上的Max 那现在L789你肯定都是标配的 并且在AD Max能力上 现在的L7 Pro和L8 Pro 也都拥有了这个AD Max的浮驾驶能力 所以呢 这一代在我看来呢 舒适性配置还是升级比较多的 尤其是作为2023款的理想L7 Max的车主 新款的L7 Max 有下城市储物格 还有冰箱 这个是让我比较羡慕的 OK 那本期视频想要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大家对于2024款的理想L789感觉如何呢 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探讨一下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留言说这么多 我是HI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好运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